案17507 他今天他老公案17804也确诊 而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案17804对于社区的威胁较小 因为他是在隔离过程当中发病 在裁剪验出了阳性 对社区的风险小 而目前居服员甘妹妹家人当中 已经累计有三家人确诊 从这17473所衍生出来 大家知道居服员的 他有一位甘妹妹 那甘妹妹在电子厂 上班 那总共电子厂有五位 那整个电子厂的员工 也都送去我们的集中隔离 那电子厂这边大概 那条线上面纵使有出来的话 因为他们也都是 其他的被隔离都是一彩阴的 所以相对的有个案的话 那也是在控制范围之内 不过这个17507 这个甘妹妹前两天 他留两个家人 那今天他的先生也确诊了 那不过这个对社区的威胁比较小 因为他已经在隔离中 而且是一彩阴以后的隔离里面 在发病所产生的 现在桃园疫情再扩大 新增的六例确诊 那么其中也包含了银行群聚相关案件 不过 不过 那边的一彩阴 那边的一彩阴 是一彩阴